首先我必須當然還是道歉 也很抱歉 辜負了很多人的信任跟期待 在這一次的這一波的事件裡面 我也是坐地難安 大小S 他們吸毒課藥這件事情 我也一直過不去 我還記得我第一次去韓國 印象很差 因為我就是被他們帶去的 當時大S跟光頭在一起 在一個飯店 課藥 他們當然不止這兩次 甚至在對面的夜店 裡面都在課啊 我看到前幾天 唐老師在講 哇這一波會兩年多 我就在想 所以你都沒有秘密嗎 現在大家都來說了 大家都是細好 不好意思哦 就流淡掃射 Hello 大家好 聽我的聲音 大家就知道我是誰了啦 我就不露臉了 I do it 其實我一直都在思考 要怎麼去面對這一切 首先我必須 當然還是道歉 也很抱歉 辜負很多人的信任跟期待 在這一次的這一波的事件裡面 我也是做地難安 心裡很過不去 但我必須講 在過去認識耿如 差不多十年的時間 我一直非常努力的想要改變自己 這些年我覺得我做的真的 應該是有到位啦 後來生了孩子之後 我又更想要努力 可是有很多事情改變不了 已經發生了 很多事情也不可能去推翻 它已經發生過了 我做再好 我去照顧更多人 幫助更多人 我都知道這都來不及了 心裡的疙瘩 只能用不斷的付出 不斷的努力 不斷的改變 去調整 可是我知道 這都很難 很難去掩蓋什麼 嗯 不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 像我這樣子 一路走來的 甚至是有點病態變態的 養成的原因 我沒有要辯解什麼 我只是不斷的去思考 為什麼我會變成這樣 那故事很長 如果各位有興趣聽的話 就努力聽下去 很多事情它一定是有個原因 有個起源嘛 我在大概十歲的時候 我媽媽就出軌 因為那時候我很黏她 所以基本上她都是帶著我 我有點忘記是姓葉的 還是姓高的一個男人 然後開計程車的 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傷痛是 他們可能帶我出去 然後出去玩之類的 在飯店裡面 他們就在旁邊上床 可想而知 那個對我來講有多麼的震驚 然後我也覺得 好像就是這樣 那當然會啊 跟我爸爸一定離婚啦 我也曾經在我爸爸的房間 搜到A片很早 然後到國小還沒什麼大事發生吧 國中的時候 心裡也有點 唉 所謂的變態啦 我跟很多班上的男同學 有一些比較親密的互動 大家都在探索性 我也一度懷疑說 我是不是喜歡男生 但我也有喜歡女生 很奇妙 我也會偷看老師的裙子啊 跟小屁孩都一樣 跟所有小屁孩都一樣 那我也覺得 嗯 自己真的有點變態吧 後來我就跟男生 少了一些互動 那 因為哈日嘛 就也設定了A片文化 A片文化裡面 就有很多真的是滿變態的東西了 說真的 然後我就 就開始試圖也想去學習那些變態的內容 不管是 偷看女生啊 或者是 點點點 後來進了演藝圈 有一段時間 沒什麼 沒什麼心思搞這個 但是看A片還是很難免啊 打手槍啊 以前信譽很旺的時候 一天搞不好可以打三次 國中生嘛 啊 經歷真的很旺盛 後來再長大了一點 啊 有一些機會 啊 我也 就 做了一些覺得很瞎的事情 現在都覺得很瞎 當時一定是充滿快感 一定是覺得哇 耶 這樣子 我想現在在做道歉都已經來不及了 就像很多人會說 他們碰到這個事 他在心裡留下的很深刻的陰影 永遠忘不了 其實我也是啊 我也忘不了這些很奇怪的 我也不覺得是一定 對的 可是當下你就會去做了 不管是跟同學也好 當然還有我媽媽加 加租給我的那個 也是一個我永遠忘不了的事情 那最近這一波呢 我也覺得 我也覺得我不知道該怎麼面對 因為 不管是我身邊的 我看到的 我也覺得 大家一定都很辛苦 可是我也在想 帶來的真的都不可能會躲得掉 過一天是一天 那麼 我接下來要講的事情是 所謂的這類型性騷的陰影 會帶給很多人一輩子的 不舒服 直到他講出來 講出來 大家就開始公審啊 討論啊 分享啊 謾罵啊 或者是真的一定該罵 就罵 那麼這個陰影會不會消失 還是只是造成更多人的 我們看到過去這兩個禮拜 很多事情發生之後 有些人都已經走了 有些人都還在位子上 有些人怎麼樣 然後他們的 他們的個人當然就 就 就翻車了 但是 問題就在於說 那 他們的家人 他們家人 很無辜的也要去承受這一切的一切 我想我也不例外了 那麼 也就是說 從兩個人的 變成了很多人的 然後大家的陰影 大家的傷痕 永遠都不會好 我們小時候 受過一個教育 就是說 折擾人處且擾人 然後還有什麼 面對他 放下他 什麼的 可是我知道這種 很深刻的傷痕 他很難真的放下處理 然後 什麼 折擾人處 就是得過且過 但我這幾天一直在想 假設對方 他的 他改變了呢 假設對方他身邊的人 也經不起這些呢 我們是不是真的要 就像 又生事件 八年前我沒說 八年後我也不會說 因為我覺得 他有小孩 他有 可以改變的機會 我們願意 給他一條路 當然有人 就還是不願意嘛 沒關係 這沒問題的 那我也在想說 哪一才是對的 我們都會犯錯 在不同的領域 然後可能被原諒 原諒人 但心裡沒有過去 午夜夢回還是會想起來 我現在講的不只是 me too 還有別的 職場的霸凌 言語的霸凌 包括我媽媽的 那個畫面 我不可能忘記的啦 小時候這麼多事情 早就忘了 但這個事情不會忘 那我接下來講的也是 其他在我人生旅途當中 帶給我傷痕的人 我也不想要什麼得過解過的 因為 我也沒有被原諒嘛 不過當然這過程很矛盾 我也在想說 像那些性侵犯 他們真的坐牢了 很恐怖的犯法的 他們出來了 都會不會把他們的名字秀出來 然後貼在網路上 然後讓你身邊的同事嚇一跳說 喔原來他就是我們隔壁的 打掃的 原來他就是我們這個餐廳的服務生 要小心他 他進去過 不要給他機會 因為他很恐怖 更生人 不都是在等待一個機會嗎 現在這些被爆出來的 都連更生人都比不上 當然他們沒有去坐牢 當然他們沒有去坐牢 可是他們在這個社會上 真的是連更生人都比不上 因為幾乎沒有從來的機會了 名氣都很高的 比起那些現在在你身邊的更生人 他們是不是 真的沒有機會 更生人我們給他機會 不會公布他的名字吧 可是大家現在就是獵巫嘛 我過不去 我也要讓你過不去 永遠過不去 你不可能再工作了 不可能再出現在任何地方 你只能躲起來 比那些不管是殺人放火 性侵的更生人還要慘 好我要講的是 大小S 給我人生很重要的一刻 當年我們在分手 來來去去的過程 前後 當然也有一些很嚇的事情 比如說我有一些東西 被小S發現 小S也不開心 那 可是問題是他們吸毒 課藥這件事情 我也一直過不去 他們可以去否定 否決否認 然後 紅了二十幾年 就算被周刊拍到 還是可以否認 他們身邊的朋友 阿雅也好 方小軒也好 周俊偉也好 全部都逃過 還記得 像瓜哥啊 頭中康什麼的 還坐過牢啊 還是幹嘛忘樂界是不是 忘記了 大家都還付出了一點什麼 大麻也好 搖頭人也好 那個時候因為不流行社群嘛 所以很多搖頭 我可能也沒有機會爆料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為什麼他們就可以逃過這一切 咪吐是不是只有 針對某一種事情 可是我心中的咪吐 我聽你不是不是那個啊 是這個啊 為什麼他們就可以若無其事的繼續紅下去 我還記得我第一次去韓國印象很差 因為我就是被他們帶去的 當時大小軒跟光頭在一起 在一個飯店 喝藥 我非常不想 我在台北 被范小軒周俊偉 在他們家裡面 還有大小軒他們也是 被邀請 被說服 被硬塞 我不快樂 到韓國那次我也不快樂 我還記得在那個浴室 光頭很大隻的 他可以把我包進去任何的地方 我就不得不吃 我不快樂 他們當然不止這兩次 甚至在飛碟對面的夜店 裡面都在客啊 他們為什麼可以逃過這一切 為什麼 為什麼 如果我逃不過 他們為什麼可以逃得過 還有很多 以前跟我常合作的健哥 老吴 當年我們在合作的時候 我也是一頭霧水 旁邊有一個Angela 後來冒出一個陳孝瑄 後來又冒出一個威威姐 她的愛情觀到底是什麼 我也看不懂 這些對我的負面影響 都是很強大的 然後 現在這幾年她很敢說嘛 就什麼事情她最大 她贏嘛 最近她在講她謝和璇 什麼告贏的拿了幾萬塊 我也是覺得很悶 很不爽 人家孩子也剛出生 你在那邊講這幹嘛 炫耀珠的幹嘛 炫耀珠的幹嘛 你這麼厲害 那為什麼不去鼓勵人家照顧人家呢 你要告人家 這也是某種偉權勢不是嗎 這不是嗎 她很會講 就我了解 她也是一個欠錢不還的人嘛 那這樣的人品 就算她沒有做一些點點點的事 但難道她不是點點點的人嗎 另外一種 做事率很高 節目很長壽 人氣很旺 我有時候都覺得最傻小 然後 當然有一些是聽來的 在森迪家大會哭著回去 我不知道是發生什麼事 我都不知道啊 一樣啊 大家其實不都一樣 都是 都是假面嘛 還有那個鄭過神在中山堂主持節目 後台抽菸 喝酒 古蹟耶 誰敢去主 誰敢 那大家不都活到現在活得好好的 所以他們都沒有錯啦 他們都很棒 只是因為他們不是me too嗎 我不管啊 我就是要說出來了 我管你們去死 反正也沒有人管我去死啊 然後 太多了啦 那個已婚女歌手跟製作人 搞在一起 對打是你情我願啊 但你敢不敢在台上說嘛 如果是你情我願 還有一個我的好朋友 好兄弟 婚內出軌啊 後來形象也好得不得了 好到現在 為什麼就我跟小意思 形象變成那樣 你的形象都這麼好 舞台劇一場又一場 哇 你們不都很厲害 你們不都很屌 你們不都很幸運 我沒有要非得要拖大家水 拖大家下去 可是 我就一直在思考 這個世界上有沒有原諒這件事 有沒有放下這件事 有沒有你明明知道 但你就算了 應該是有的啦 那我以前在感情路上我也傷害過被人 我也被傷啊 有一位 有一位姓陶的 昨天還一直在問我又生的事 你煩不煩啊 跟你屁事啊 你煩不煩啊 誰敢跟你講啊 你到時候拿去節目講 那你當年 對我愛理不理的 對不對 明明在一起 我還記得在延集街的巷弄 約完會 散步 你就硬要走在前面 我還寫了一首歌叫做 你總在他們面前 表現你對我一切不聞不聞 明明就在一起丟高 後來分手還寄了一封信 還把他那個署名的地方撕掉 我都留著喔 傻子 把我罵了一頓 扯東扯西的 這都是我的陰影啊 還有那個信假的也是 欸是你在追我呢 我當年喜歡的是蔡上德啊 你在追我 後來突然間又分手 沒有消失 然後夏宇童也是神經病 始終不成員 你丟高 我不懂啊 這些陰影我都放在心裡耶 我也留下了很深刻的傷痕 我也不會說嘛以前 好現在大家都來說啦 大家都細好 還有很多懸案嘛 那些大牌歌手啊 點點點啊 所以現在是怎麼樣 我們大家都選擇不願意放下 不願意let it go 大家都要說過去的傷痕 誰沒有傷痕 誰 多數的人都是從傷痕當中 從傷害自己 傷害別人被傷害走過來的 不是嗎 我不知道這個事情到什麼時候才會結束 那最後 那最後我要講的當然是完全對不起我所有身邊的人 我太太都不知道這些事情 可是我太太在我認識他之後 尤其是這九年吧 我絕對是 絕對是改過之心 絕對對得起他 我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不敢去多想 天下大亂 然後 我的東西也收藏 這麼多東西要幹嘛 燒掉吧 燒掉吧 全部燒掉 找個焚化炉 全部燒掉 所有 對這個世界曾經付出的愛 通通燒掉 我也不知道 拿什麼臉去見人 我做了很多瞎事 我做了很多好事 可惜它是不可能 就是 抵消掉了 我一定要負責的啦 一定要負責的 可是我也不知道怎麼往下走 我剛剛講完這些 我只是想告訴大家 每人心中的傷痕 不是只有心騷 這些傷痕影響的程度 不是只有因為肢體接觸 而留下的痛 或者是留下的苦 我媽媽 在幾年前 透過關係來找我 我在公眾電視 後台 非常謝謝寬姐 陪著我見她的一面 沒話可說 之後也沒有再見 我也不知道那叫不叫原諒 可是我也不會去說 她都幾歲了 我幹嘛說那些 可是我要告訴你 她也是我的傷痕 永遠不會結痂的 她的離開我永遠不會放下的 我可以 我可以 我可以不去想 跟那個畫面 那個十歲的小嬌嬌 站在 天姆八樓陽台上 往下喊對著她跟喜美的車子 都幾年了 四十幾年 我怎麼可能會忘記 不好意思喔 這個流彈嗓射 但是現在不就是這樣嗎 Part 2 我要跟耿荣說 我沒有一天不愛你 我要跟女兒說 對不起 你還小 不會記得有這個父親也蠻好的 耿荣會記得吧 我從以前就沒有想生小孩 所以這一刻 矛盾 如果沒有玉米 我可能會跟 點點點 可是 心中又多了一些 遺憾 但我也可以跟 過去這幾年來 信任我支持我 給我工作 給我很多舞台 給我很多很多 祝福的人說 我絕對是有改過之心的人 你們放心 早期那個我真的是王八蛋 可是早期那個我也是身邊 很多王八蛋 帶我走到現在 尤其我剛剛講 大小意思 我就是選擇算了 所以各位很多人會說 為什麼那個時候康熙來了 反而他一直在跟我說抱歉 因為我們都有秘密 誰沒有秘密 大多數的人都有 看你要不要講 要不要放下 要不要Let it go 努力活出自己 但現在好像就是一個 沒有秘密的狀態 大家都不太願意 把秘密永遠的 自己去療傷 OK 很棒 但你們在 落井下石啊 隔岸關火的時候 也要想想 難道你都沒有秘密嗎 像我看到前幾天 唐老師在講 哇這一波會兩年多 我就在想 所以你都沒有秘密嗎 我現在講的不是me too 有沒有傷害過別人的秘密 也是 也是大家普世價值不認同的 就像我講 憲哥的那個愛情的邏輯觀念 也影響我很深啊 然後最後這幾年 在這些年 他的大哥 什麼事情都可以 說成他想要的 這樣對嗎 這樣對嗎 我不知道欸 你們覺得對嗎 這些都影響我很多 不是只有 所謂的創傷 沒有直接的創傷 但是 每次金通獎入圍 你就要在那裡靠壁靠壶 好像獎都給妳酸 煩不煩 我是懶得回嘴 但妳說 我心裡在不在意 在意啊 怎麼樣 我們主持得很懶嗎 好煩喔 總之 我只是要說 請大家幫我照顧 所有我想照顧的人 然後 除了抱歉 還是抱歉 對不起 但 也來不及了喔 老婆 我這輩子 為什麼還會遇見妳 如果沒有遇見妳就算了 唉 對不起喔 一如既往 廢話太多 但有些真的沒講完 跟我還年輕 還有很多路可以走 可以重新來過 這麼好的女孩 請大家 多多關注 多多幫忙 女兒也吃 可以不要說 小不垃圾的 只有我應該是不可能再 有機會重來的 活該 我只是想要用這些影片提醒大家 有些事情 它會折迷 但妳要把它掀開來 會流血的 會很痛的 會有更多事情發生的 我也要拜託那些煽風點火的 微觀的 落井下石的 何必呢 妳們真的都沒有犯過錯嗎 妳們都沒有秘密 不想被人家知道嗎 就像我前面講的那些 很多人都不知道吧 就像我 我其實 頭髮掉了很多 為了上台好看 都要戴髮片假髮 我也沒有在避諱啦 只是覺得也很累 真的人生好難的 我也想要留著鬍子 凸著頭就上去 這是遺傳嘛 DNA 不可能啊 不可能啊 你就是會 你就是會 就是不可能 好吧 我還是 最 最對我愛的人 跟我愛的人說抱歉 謝謝你們的信任 這幾天大家在群組講東講西的時候 我也是很矛盾 我也沒有 也沒有覺得很享受這一切七嘴八舌的 三姑六婆的 唉 很棒 表現妳們都是坦蕩蕩的人 二剛才 有在三姑三妹的 三姑七 幾毛